很高興和大家一起,我們今天的訊息是清楚認識愛我們的上帝 我想問大家,你喜不喜歡和上禮有密切的關係? 上禮真的很愛我們,是凡事祝福的,是每一樣的祝福可以放上去 祂是一位很愛我們的上帝,希望我們每一個都和祂有密切關係 因為有時有些基督徒的心態是這樣的,我信耶穌就行了,我回來重拜就行了 只是覺得和上帝關係只是回教會,或者只是我知識上會相信 但其實上帝是一位很憐憫的上帝,是凡事祝福我們,祂是很愛我們的 我們今次會講到上帝的真實性,我未講這些事,我都稍微講一講 當你愛上帝,上帝是會為你預備你眼睛未曾體驗 你講未曾聽見,人心未曾想過的一面,是很多各方面的一面 整個生命祝福,你想到你的生命祝福嗎? 是每一個人都可以,但有很多人覺得這些是我自己的世界在爭取回來的 但其實當你走上帝的路,跟從上帝的仇,祂能夠凡事祝福你 我分享一下,簡單分享我自己 在我信主的仇,很久了,70年,1970年信主的仇 我已經有個心,即是說神這麼好,我很想去傳福音做牧師 也都很想去祝福不同的國家,我從來沒有想過真的會發生的 神賜給我體力,各樣的能力,其實我現在已經67歲 但我不需要戴老花眼鏡,神給我健康,我打網球 我昨天打了差不多三個小時,我又去列國去祝福很多國家 去訓練那裡的牧師和傳道,願意侍奉的人,去侍奉神 神給我有體力,有力量,神都可以祝福凡聽你祂的話的人 我希望大家深信,不要只是我信有個耶穌在天上 信這個耶穌是真的很愛我們,很有能力,凡事祝福你 你的前途,無論你掛心你的學業,事業,婚姻,子女 可能很多東西掛心,即是健康,上帝都有能力幫你的 但很多人說這些,好像信耶穌不是信,這些信是上天堂 但聖經是有講道,上帝凡事祝福我們的 好,我們今次就說,清楚認識,我們創造我們的神,愛我們的神 上帝人想得到什麼呢?人想得到的東西 這裡看到,美好的前路,有開心,美滿無福的家庭 上帝公認我們需要健康的生命 還有將來我們想得到這些,想得到這些東西 但你有沒有把握得到這個問題?就是有沒有把握? 很多人說,我不知道我的前路,我不知道我會怎樣 對於前的工作不知道,身體健康不知道 但上帝呢?萬物在祂的手中,祂是凡事都能夠幫助我們 這些一切上帝能夠給你的,因為上帝是長官一切 凡是聽祂的話,祂就能夠凡事祝福我們 而世人去追求錢,是否一定得到快樂呢? 我們看到這裡幾個故事,這些新聞 長叔,即是辛馬仔,孔劉心,李嘉誠 他宣布退休交談,是否暗默,李嘉奪產,鬥爭陰謀呢? 其實當這些有錢的人,開始退休的時候 或者身體有病的時候,人們就開始想 他家裡是不是奪產呢?原來他得到的 是家裡很多這樣的問題 我首先說的是,我們的上帝和聖經是非常之可靠 我很喜歡聖經的,我在聖經裡面看到 上帝真的掌管一切,他凡事掌管 所以我什麼都相信他,什麼都信靠他 這些是聖經的預言,這些希望是甚麼? 聖經的預言是非常之準確的 我們在這裡讀一讀,昆依在主耶穌之前 一千年大位已經預言到耶穌來 我現在講幾個預言 就讓我們知道聖經的可靠性 我希望大家都放在記憶裡面 記憶裡面有甚麼用呢? 你們可以跟別人說 你可以寫得這些經文,回去自己慢慢看 你可以跟別人說,原來聖經有很多證據 真的證明是真神的說話 有些人以為只是人寫的,但聖經告訴我 很清楚是有客觀的證據 以前我是讀科學的,我不相信真的有個上帝 但當我研究的時候,我發覺真是真的時候 我真的很全心跟從他 我整個生命都給他 這是其中一個證據 詩篇22篇15節 這個經文是非常清楚廸 championships的 你看到第十字架 有些什麼話 提到第十字架 我看第十 Kathleen 扎是中文比較古老的字,即是刺頭手和腳 其實全世界的刑罰有不同款式 如果大家看看中國的古代歷史和日本 和很多中國國家,真是很殘忍的刑罰 但是沒有釘十字架 釘十字架是上帝特別限制在中東地方 只是限制在有七、八年的時間有釘十字架 但是聖經在耶穌未來之前,還沒有釘十字架 聖經說他的手和腳被人釘穿 全世界是沒有一種刑罰釘穿 並說他是安置在死地的層次判死刑 而且還分他的衣服 而且底衣服都沾沾,即是抽籤去分他的衣服 全世界的刑罰都是穿衣服的 但唯有釘十字架是把他的衣服脫掉 其實通常人們畫畫都是有一條根圍著耶穌的身體 但其實根據歷史記載是真的脫掉衣服的 原來上帝挑選為耶穌預備這個刑罰是最殘忍和最羞辱的 為甚麼?因為他要承擔我的羞辱 我們人生有沒有羞辱?有沒有一些醜怪的事? 你難道將你一生所有做過的醜怪的事說出來? 我想我們不敢 耶穌就是為我們承擔一切的醜怪的事 耶穌就是我們很偉大的救主,我們很感謝祂 而聖經在耶穌比利之前已經說了 祂要守個釘珠和三分鐘 還有呢 他的精力枯乾了 舌頭佔在牙床上 因為他的水分在身體上沒有了 所以他的舌頭都很乾了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便會承擔十字架 接下來就是一個時間表 下面左下角在主前一千年 大約五年他承擔十字架 但甚麼時候才是承擔十字架呢? 是大約在主前三百至四百年 即是說過了六百多年之後 那時候波斯人發了承擔十字架 然後承擔十字架去到甚麼時候? 就在主後三三七年 就是有一個羅馬的王 他就信了主 那時候坦經 他就信了主 就將這個釘十字架廢除了 即是說原來在耶穌之前 一千年已經說到釘十字架 但那六百多年才有釘十字架 然後之後一段時間就沒有了 即是在這段時間是耶穌來的 所以聖經說到耶穌來釘十字架 是在這段時間發生的 好了 接著另一個語言 在馬拉教書三章一節一起讀 萬君之耶穌說 我要替我的使者作我慈念 預備道 你們所塵他的主 必忽然進入他的見 立的使者就是你們所養我的 快要樂道 在這裏講到 關於耶穌另一個語言很特別 因為他用萬君之耶穌畫 很多時候有些人誤解 因為耶穌只是天父 其實耶穌是包括聖父聖子聖靈的 如果大家看舊有些人會發覺 聖經說到 我可以差異誰 誰肯為我們去呢 我可以差異誰 我 誰肯為我們去呢 聖經說到上帝是用 照著他自己的形象 用我們的形象做上帝 做人的 即是說 原來上帝做人是按照他們的 即是上帝是三為一體 是一個上帝 但是三為一體的 在這裏講 耶穌畫說 我要差異我的使者 在我前面預備道路 這個經文在哪裏應驗呢 就是 伊利亞 即是講到 將來有伊利亞 來到預備道路 應驗的人物就是 私世入行 就講到 有私世入行在前面預備 所以講到 來的是誰呢 就是耶穌畫 就是上帝來的 你們尋求的主 必忽然間進入他的殿 立約的使者 就是你所養母 要來到 立到這個聖殿 待會我們再會看另一個經文 就是講到 就是當基督來了之後 聖殿就會被毀 這個聖殿 原來在耶穌之前建立了 在希律王重建 然後耶穌來之後 主後七十年就被毀 所以這個聖殿 忽然出現什麼時候呢 這個聖殿到今天都沒有重建 在主後七十年到今天都沒有重建 所以這個聖殿入到裡面是誰呢 那個時願只有是耶穌基督 所以這裡講的是耶穌基督 他之前有這個使者為他預備道路 然後他會忽然間出現 好了 我們看這個時間表 主前五十八十六年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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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巴比良來這裡 他們毀滅了聖殿 然後呢 過了七十年 他們回去重建聖殿 重建聖殿 然後後來呢 你想想到耶穌 如果那間屋幾百年 是不是會很殘舊呢 而且他們那時候 重建不像所羅門那麼漂亮 他們重建的一定是沒有那麼漂亮 過了幾百年一定是很殘 但是上帝居然感到一個非常殘忍的希律王 在主前十九年開始重建聖殿 是為他預備好的時間 剛剛好 好下一張 現在雙的時間再縮短一下 主前十九年 大希律 對不起 大希律就開始抗議這個聖殿 抗議這個聖殿 十五年之後 在主前四年 就是主耶穌降生 為什麼不是主後第一年 耶穌降生呢 因為呢 其實呢 這個功力就是有一個修道士 他設計出來的 誰知道耶穌律師就計錯時間 這個很可惜 計錯時間 耶穌降生的時間 他應該是主前三至五年 我就當他是四年 主前四年的時候 那時候開始就是耶穌來 即是說那個聖殿 好像故意為耶穌而設的 為什麼呢 在耶穌來之前 這個聖殿已經很殘舊 但是神居然感到這個希律王 是非常殘忍的 他就將這個聖殿 將它擴建 又一直將它重建 然後預備耶穌來 所以就應驗這個預言 就是說 耶穌降生會忽然間 你們的主會忽然間出現 就是這個聖殿 是為祂預備好的 是修理得更加好的 因為之前的聖殿已經殘舊不幸了 然後到耶穌來了之後 主後七十年就毀滅 所以這個聖殿 從修這個聖殿 這一段短的時間 就是由主前十九年至七十年 即八十九年的時間 在這一段時間 就是為耶穌而設的 但希律平有一個殘忍的人 他殺了三個兒子 害怕他的兒子奪位 殺了他太太和他惡母 他不止一個太太 殺了一個太太 而因為 直到耶穌而殺死八里行 四境的男孩就是希律王 但他居然上帝 上帝那種掌權的程度 他能夠掌管一個敵黨上帝 他又叫殺基督 一個敵黨上帝的人 居然上帝會用他來重建聖殿 是否很特別 上帝就是這麼厲害 所以我們不需要擔心任何事 不需要擔心任何惡人 只要我們不給他影響 我們的心不給他影響 我們的心平穩安靜 沒有一個惡人能夠害到我們 這個聖殿非常宏偉 現在這個聖殿不在 不過有一個福祥 還有如果你預先 你去以色列 你可以預先在網上 你可以看到以前的聖殿石 為什麼要去掉下來 因為聖殿以前是居 foremost 在上面的堪 밑 在一直起,一直建築 一直 Ral場there 有些股sell age 六百吨 怎麽抬呢? 那時沒有起衝擊 怎麽抬呢?我們不知道 這些就是希律所重建聖滅用的很偉大的石頭 這塊有另一塊幾百吨的石頭 真是很特別的 這個預言是重建耶路撒冷 直到基督出現有六十九個七 即是七個七加六十二個七 然後基督就會被殺 所以將基督來的時間是限制在何時呢? 主耶這個聖滅被毀之前 聖滅是主後七十年被毀的 在這個聖滅被毀之前 那個才是基督 就是耶穌基督 我們看到聖經的預言是非常特別的 說到他釘十字架 衣服都脫了 說到他會突然間聖滅出現 還有聖滅為他預備好的時間 剛剛好是他來的時間 還有他來的時間六十九個七 還有他會被殺之後 耶路撒冷會毀滅的 聖經都清楚預言出來 我們一起説 但要說九十二五節 你當知道 當明白 重出令重新建造耶路撒冷 直到有受孤軍的時候 必有七個七加六十二個七 正在加拿的時候 耶路撒冷連街大無都會重新建造 破了六十二個七加受孤者必被剪除 一無所有 必有一無的萬人毀滅者成何聖所 至終必如洪水充滿 必有爭戰 一直到底 可能事情已經定裂了 這個經文我只是簡化了給大家聽明白 出令重新建造耶路撒冷的時候 直到基督出現 受孤軍就是基督立 出現的時候有六七個七和六十二個七 加出來就是六十九個七 即是四百八十三年 過了這個七和六十二個七之後 這個受孤者就會被剪除 所以說到這個基督會被殺死 然後就會有一個黃的紋來毀滅這個城和聖所 就是主要七十年的時候 而且打仗到底 一直打仗就是現在的中東戰爭 這個圖就是主前四百五十七年 以斯拉記九章九節 以斯拉記主要是重殿聖殿 但是他也有說到重殿祥門 我們一起説一説 臨重殿我們神的殿 修皮偉懷之處 使我再有大為耶路撒有祥門 可能他修理一部分 小部分的祥門 在主前四百五十七年 直到基督出現受洗的時候 即使我們說過他計算時間 計錯了大約四年 即是耶穌受公的時候 三十歲即是 減四即是二十六年 如果大家受心算了 至於以前四百五十七 四五七加二十六是多少 就是四百八十三 剛剛好就是六十二個七和七個七 的時候基督就會出現 他受公的時候 就是會成為基督 成為受公者 然後他被釘之後 耶路撒冷就毀滅 所以聖經是非常清楚 將耶穌要發生的事 他釘上自己 他什麼時候出現呢 他會在聖念那裏出現 然後他被釘之後 耶路撒冷會毀滅 所以聖經所說的話 都是非常清楚的 我們今天看到 真是聖經所說的 耶路撒冷被毀滅之後 這是歷史的事實 如果有機會接觸猶太人 很多人不信耶穌 不過很特別 你在網上找 你看到很多猶太人 甚至有些其他異教徒 他們見到耶穌 他們問上帝 到底你是誰 他們竟然在夢中 或者異象見到耶穌 然後他們就信了耶穌 信第一樣是感動他們信主 不過有很多猶太人 他們是不信的 他們不信耶穌是基督 但我們可以告訴他們 我們所說的 達耶穌第九章 我們講到 基督什麼時候來呢 就在耶路撒冷毀滅之前 耶路撒冷在主後七十年 已經毀滅 即是基督已經來了 而耶穌基督是有不同的歷史記載 證明他真的來了 這個世界上 如果記載當時的基督徒 怎樣毀身 怎樣被殺 有不同的證據證明 聖經真的是上帝的說話 這些都是這些 中東的戰爭 這些恐怖的活動 這些是訓練營 訓練那些恐怖分子 甚至他們用兒童 小孩子 從小時候告訴他們 我什麼都研究 我就找一下 他們信的那些 就是上天堂 他們說上天堂 就會有 我沒有說過他們的太太 他說到有一個 結成的太太 結成的太太 在天上 即是他們說到 如果你根據他們的方式 做他們的吩咐 的事 甚至殺人 結果是什麼呢 將來上天堂 他們的天堂 就會有一個很好的太太 或者甚至不只一個太太 跟你一起 即是用這些 有很多人 將來很大的賞賜 他們小朋友都會願意 帶著炸彈去毀壞 即是去炸人 這些都是聖經所說的 爭戰到底 我們看到什麼呢 一起讀一讀他的字幕 聖經語言肯定是在耶穌之前寫的 早有聖念我聖經 非過後寫 為什麼有些人說 都不知是否過後寫 為什麼這麼清楚的語言 講明他Dance之家 又講明他會入聖殿 而聖殿 剛剛補給的時間 修理好 然後他來了之後 他又被殺 然後呢 就會耶路撒冷被封 為什麼這麼清楚的語言 有些人會不會是過後寫的 但是 因為聖殿是一個歷史的事實 聖經也是歷史的事實 在主前已經有這個死海古卷了 如果你去死海那裡 你可以看到那些洞 在山上的洞 因為以前曾經 有些人在那裡住 他將那些聖經 就用那些洞藏在那裡 後來在1947年被人發現了 發現原來是一些非常古老的 舊叫古卷來的 讓我們看到原來一種已經存在 和聖殿是一個歷史的事實 所以是之前已經說了 這裏我將那些預言說出來 讓我們知道我們所信的上帝 是一位真的上帝 他真的真的上帝 他能夠祝福我們 就是不要相信我 好像軟弱沒有用 不知道什麼時候才幫我們的上帝 他是真的隨時幫我們 我講一些例子 簡單講一些例子 我曾經去非洲宣教 我經常去的 我曾經轉機的時候 就錯了時間 計錯了時間 結果是上不了飛機 我就求上帝幫助我 那時候問那個人 他說你要再訂個飛機票 很困難 那怎麼辦呢 我就祈禱神 在你凡事都能求你行神即其事 然後我再跟那個人說 麻煩你打個電話再問一下 看看有沒有辦法可以解決這個事 但是打電話的時候 那個解決是完全 我不想到的解決 我初來想著 有個方法在那裡 因為他說 你打電話回香港 安排飛機票 但是他打電話的時候 他回答了什麼 他說飛機回頭 那又是這樣的事 我問那些人 後來我問那些人 那飛機下來的人 我說什麼事 他說那飛機 當然飛不起 所以他們就回頭 結果我又可以回飛機 真的 真的在我生命裡有很多神跡歧視 我們聽神的話 願意給上帝使用 我們整個生命可以被提升 在我生命裡有很多很多的神跡歧視 你聽上帝的話 你都一樣有很多神跡歧視 就是因為我們知道這個上帝是真的 我們一起讀讀那些字 未有釘十指甲之事 預言主釘十指甲 預言主依復被人除掉 不是善 很多字都會換取三 然後 神忽然進入聖殿 希律修煉十五年 主幹聖 就是神忽然進入聖殿 但是 希律王修理這段十五年 就是在他十五年之前 就預備好這個聖殿 出靈重變聖聖 至主被殺 四十八十三年 就是預言證 耶穌什麼時候來的 然後下面 主被殺後害人來毀聖 成或聖所 就已經預言了 他會來毀滅 聖聖就會有爭戰到底 中東戰爭 就會一直打仗到中東戰爭 讓我們看到聖經的預言 真的很特別 當你看到這些預言 你會不會很驚訝 我特地找這兩個圖出來 哇 聖經這麼準確的 我希望大家都說 哇 原來聖禮這麼真 我想說說 可能有些人會 可能會不會是真的呢 我認識有些人 他真的會祈禱 見到耶穌的 上個天堂都有的 真的 很久都說到 有人曾經上這個三層天 有些人又說 是不是真的呢 我講一個我以前的同工 我的事情 我們曾經一起去宣教 宣教的時候 我們要搭飛機 等個飛機 我們又是轉機 我們就在一個大廳等 他就說 待會有那個車去飛機場 我們就會通知你 會說出來 於是我們就等了 然後他就報告 現在去飛機場的人 可以上來 我們就上去 然後一班人走 走上一個大的巴士 我們放下行李 走到巴士中間 我這個同工 經常都聽到 常對說話 他說 耶穌告訴他 這輛不是那個巴士 是沒有人告訴他 耶穌告訴我 這輛不是那個巴士 我們馬上問人 是否 他說不是 因為他去飛機場 是在隔壁 在隔壁 的小巴士 這輛是去其他地方 然後他宣布的時候 宣布了兩個地方 那些人現在出閘了 一個就是大巴士 一個是小巴士 我們就自己以為 就是這個大巴士 但是這個人 會聽到上帝的聲音 有些人就說 嘩 我聽不到 但耶穌有說 我不是羊聽過的聲音 每一個人都聽到 什麼聲音 知罪的聲音 你有沒有聽到 你犯罪會覺得不舒服 這是聖靈的聲音 而且你看到聖經 聽到會不會有些感動 我要悔覺 我要改變 我要聽上帝的說話 有沒有這些感動 這些是上帝的聲音 還有有時 上帝會感動你 去示夢上帝 有沒有這些聲音 不一定有個聲音 是個意念 上帝很多時候用意念 這些意念 就是上帝跟我們說話 我希望大家知道 我們的上帝 是真的上帝 正如我所說的情況 就是這個人 他會即時聽到 聽到上帝的聲音 其實有不同的人 都聽到上帝的說話 我希望大家知道 我們的上帝 是真的上帝 希望大家都會 哇 真是驚訝 這個另外一些 兩個聖經的經文 很特別的 讓我們知道 聖經真的是上帝的說話 一起讀 約法記 三十八章三文字 未能發出閃電 叫他不強 其他就是你所說 活在者 通常人們覺得 是一種控制不到的東西 在以前約八章的時候 根本他們都不會覺得 閃電是有什麼意義的 但是聖經說 你能夠發出閃電嗎 他告訴大家 我們在這裡 我們怎麼發出閃電呢 但是我們今天的手機 其實用的電和閃電一樣 不過有很多 閃電是很強的 同樣的 用這個電 可以發出信息 就是告訴別人 而很多人在手機發出信息 我們在這裡 發給別人 喂 我在這裡 可以發出這個信息 但是在幾千年前 聖經已經說出 可以做這件事 很特別的 聖經是一本很特別的書 其實很多人研究 他們都說 神真是一位活著的真神 若白記入章七節 神將北極 一起説 神將北極 光在空中 將大地已在虛空 由以賽書士 神將北極鋪在空中 神將北極鋪在空中 將大地懸掛虛空 我們人不會想到你是懸掛 我們想到地是放屏 但其實這個地是懸掛虛空的 但在聖經一早就說 這個地是懸掛虛空的 人我一想像是懸掛虛空 這個虛空就掉下去了 但這個地的確是懸掛虛空 而且是一個大圈的球體 讓我們看到原來聖經的說話 是這麼準確的 我們知道聖經這麼準確的時候 即是說上帝是一位祝福的上帝 其實我們看到萬物 我們看到上帝的智慧設計 是真的有位真神創設計 很多人說不是的 是進化 我很簡單回答進化 很簡單 他們經常說人緣是變人 因為人緣和人事很相近 不過人緣是甚麼變呢 緣是甚麼變呢 他們說老鼠緣 所有的甚麼動物 都是暴雨類動物 老鼠緣 不過由老鼠到懸 是完全沒有任何的化石 其實不同的生物 完全沒有不同的化石的變化 這麼多億萬年 由老鼠 老鼠變成懸喉 是不是很多過程 在這個世界有很多化石 他們去找的都找不到 所以我是不支持的 進化論是一個理論 不是一個證明的 他只是理論 他覺得是 而事實上化石是不支持進化論的 是支持有一位上帝精心設計 每一種生物 那些生物是突然出現的 如果進化論是慢慢出現 但是生物突然間 在這個叫做Tambrian 這個韓武幾的岩石 突然間出現 那層的石層是很多種生物 如果進化 不會突然間出現這麼多生物 其實這個世界一切 耶穌的恩怨有教會 有聖經有喜樂 有太陽與水 神給我們的恩怨 祂的意圖 在我們身上 聖靈的同在 和各靈的恩慈 給我們的健康 和環境 和給我們的機會 要事奉上帝 平均有一天 是得賞賜 這全是上帝的恩怨 這個我們會祝福 真的會感激我們的上帝 這個講到上帝的愛 很簡單講上帝的愛 我們一起説 耶穌轉過來 看見他就說 女兒放心 你的信夠來 和那時候女兒就傳不來 這個是十二年缺漏的婦人 她是很擔心 很害怕 因為儀式的說到 她用盡了她的錢 用盡了錢的時候 她沒有方法 後來聽到關於耶穌 但是她是不潔淨 她不可以出街 她不可以和那些人一起 這麼多人在那裡 她不可以出去 她唯一方法 就是秘密去 秘密去 就在下面摸一下 耶穌衣裳的瑞子 希望不要 就是耶穌不知道 但是耶穌是知道的 誰要摸我 那些門上說 有沒有搞錯 每個人都逼著你 為什麼你問誰摸你呢 她說總之有人摸我 因為有能力 讓我生人出去 那個女人就害怕 害怕 為什麼呢 她是不潔淨的 她承認她摸耶穌的時候 耶穌會不會說她錯呢 她都要承認了 承認的時候 耶穌的說話很特別 看得到耶穌的愛 很多人想到耶穌 很多天父 很遠很遠 好像法官 好像校長 很嚴格的 其實上帝很愛我們 祂是很關心我們 這裡說什麼呢 耶穌說 女兒 放心你的信救要你 他叫她做女兒 這個女兒 其實可能 有耶穌這麼大都未定過 因為她患了十二年 她病了 所以她都不小了 但耶穌會叫做女兒 因為耶穌看我們每一個 都是她的子女 她第一句 她不是說 有沒有搞錯 為什麼你摸人呢 她不是這樣 第一句說話 女兒 看到耶穌那種愛 耶穌同樣都是對我們這樣說話 其實我們每一個人都是上人 但很多基督徒 經常都說 沒有人愛我 沒有上帝不愛我 我沒有用的 很多基督徒是這樣的心態 覺得自己沒有用 其實我們個個都很特別 如果我們願意愛上帝 上帝能夠大大的祝福我們 我們每一個人都可以給上帝大大的祝福 我們每一個人都可以大大的提升 因為上帝看重我們 上帝就會將無限的恩典放在你生命之中 我是一個貧窮出身的家庭 我以前吃過法務迷 但是上帝會給我機會去讀很多的書 還有學很多東西 我很多東西都有機會去學 給了上帝給我機會經濟 我現在去世界不同的國家 不單止去選格 我還幫助他們的經濟 順利會供應我的需要 是超乎我所想所求的 你聽上帝的話 順利也能夠凡事祝福你 我們看到什麼 看到上帝的心 同樣對你都是這樣的 我們一起說一段 耶穌知道我接受女人的內疚 耶穌回應她的感覺不敵盡 耶穌想與我沒有親情 耶穌又安慰我醫治大難 信亦可以 不是我能夠留 我們看到什麼 耶穌知道和接受這個女人 她很內疚 所以她說 女兒放心吧 輕鬆一點 不要緊的 不用怕 耶穌回應她的感覺不定罪 不定罪 回應她的感覺 耶穌想我們有親情的 我們是她的兒女 我們可以求求耶穌 你祈禱可以求求耶穌 享受耶穌的 耶穌有安慰和醫治的大難 大家會認識有些人是煩惱 不開心的情緒問題 在你周圍的人 要睡覺 耶穌很想醫治 其實我為很多人祈禱其中 包括一些憂傷的 失眠的 不開心的 他們都即時感受到進步 原來上帝是很想醫治 祝福人的 所以我們就信心 相信她的恩典神 祝福我們 所以我們可以好像子女 一起躲躲 我們可以像兒女 親親信神 可以放下內疚包袱 放心信靠神 無限的人 我們可以好像子女 親在她 放下內疚 放下所有包袱 放心信靠神 好了 另外有經文 以賽書四個字 甚至 那些人也能忘記她 是那些英文 不延述她 手心的言語 這就是忘記你 我會忘記你 神會有一刻忘記我們 他經常掛著我們 他現在掛著你 你幾時都掛著你 所以我們活在世上 不要覺得我們是孤兒 很多人好像孤兒 覺得丈夫太太對她不好 人對她不好 但我們有上帝神掛著我們 他很關心我們 他不會忘記我們 每一刻 他都想著我們 想祝福我們 既然我們知道上帝這麼好 我們第一 要肯定自己得救 這很重要 因為如果你去不了天堂 很慘 肯定自己得救 為什麼 地獄真的是這樣 有些人去過地獄 上帝令到有些人去過地獄 他的經歷是作為參考 他真的說得出地獄的情況 他說 是需要呼吸 不過呼吸沒有空氣 所以呼吸的時候 是很辛苦 但是又不能死 是很熱 但是又不能死 是很痛 又很臭 又不能死 比這個世上任何的痛苦 大很多倍 這是作為參考 不過聖經很清楚說 是有得滅的可不死的罪 這是肯定的 所以我們一定要肯定 我們清楚得救 真心悔悔 我們犯的罪 我們要知錯 不要覺得不要緊 要罵人 聖經說什麼 罵人是蠢才 難以記錄的火 我們要小心 犯憾 弟兄道路 能以受審判 我們講的人 壇話 背負要公出來 所以我們有任何的罪 我們跟主 射念真心悔悔 真心信靠耶穌 射念我們的罪 然後我們跟主有相愛關係 去親近祂 將來我們就可以去到天皇 好了 我們講得救的方法 和得救的果子 是什麼意思呢 得救的方法 一起讀 悔果認罪 信靠耶穌 誓罪我請教 這個就是得救的方法 就是悔果認罪 和信靠耶穌的救恩 好了 得救有得救果子 先看看是必然的果子 即是說 如果沒有這些果子 它身邊是有問題 有什麼果子呢 我們一起讀一讀 與救恩有關 悔果認罪 信靠耶穌 與關是有關 親人神害神 與朋友有關 終於神事盡神 我簡單解釋一下 就是我們信主之後 有果子 繼續悔果認罪 因為聖經說到 罪的功能是死肉 有個人會信耶穌 不過他繼續殺人放火 又偷藥又搶東西 他還可可得救呢 即是他又有兒子 一路犯監獄 他可以影響他與上人的關係 所以我們有罪 一定要悔果離開罪 以及信靠耶穌 主啊 我們每次都求主赦免 你的罪 我們的罪 所以每一次 我們崇拜開始 都有這個認罪 求主赦免 好了 與關係有關係 親近他 上在耶穌裡面 耶穌就怎樣 上去裡面 這個人就多疊果子 如果不上去裡面 就怎樣 就像枝子雕在外面 灰光人十幾雷 轟在火裡 燒了 那裡是不是天堂 不是 是地獄 所以這個人和上去沒有關係 即是回家沒有祈禱 你回家沒有祈禱呢 你平日沒有祈禱 感謝天父悔果應罪 這就是我們繼續跟上去的關係 我們繼續會悔愛親近的神 還有愛神 聖經講到第一條介命 最大的介命 是盡心盡聖 盡意盡愛主你的神 還有在奧倫多詞 十六章二十二節那裡 若有人不愛主 者人可助可就 如果我們真的信耶穌 我們就說 感謝天父 愛天父 與行為有關於什麼呢 遵從上帝 馬太七章二十一到二十三節那裡說 凡千夫我主啊主啊 不能都盡誰 哪些人才能盡力 唯獨 遵行我天父子的人才能盡力 即是說 原來 我們得救不是靠行為 是悔果信主 不過得救之後一定有行為改變 即是你得救之後不會說 一生一世都沒有遵從上帝 我遵從上帝 即是說他和上帝 是有問題 所以一定是遵從上帝 侍復也是 侍復不一定代表你是傳道人 聖經說 一杯糧水給一個小字 因為門道的名 只能不能夠上次 在馬太二十五章 大家如果有印象記得 有三個僕人 一個五千兩銀子 一個二千 一個一千 五千二千我賺了一倍 主人稱讚他 有糧錢 有中心的僕人 那一千兩做什麼 埋藏在地裏面 然後他趕去哪裏 外面黑暗裏面 在那裏做什麼 埃浮徹齒 那裏不是天堂 那裏不是天堂 人將他的恩賜埋藏 是不在天堂的 然後跟著呢 綿人山羊的比喻 綿人做在主的弟兄身上 生人和母座身上 跟著就趕去哪裏呢 亦都是進入這個 為魔鬼和使者預備的永火裏面 所以我們看回馬太二十五章 知道 原來基督徒個個都需要時供 但我們不是靠時供得救 但我們個個人都可以時供的 我很想能夠幫助這裏的頂子 很簡單的招呼 可不可以招呼 跟人招呼關心人 可以嗎 問候人 可以嗎 他祈禱探訪 他可以嗎 其實可以 個個都可以 那順利就會稱讚 原來跟著順利是很有福 順利會起業的 然後我們先求順利國和他 這製造怎樣 加級理論會 先求順利國是什麼意思呢 第一就是想多些人得救 第二 哪個地方是順利國呢 就是人聽話的地方才是順利國 如果你的心經常想一些不好的事 現在網上很多色情的人 在家裡經常看色情的 他經常的心是裝滿色情的 耶穌不是他心中作主 或是他心中經常打麻將 賭錢 贏錢 買馬錶 現在不是叫馬錶 六合彩 以前叫馬錶 總是想這些事的時候 他的心是否上帝作主 不是的 先求上帝國 就是上帝在心中作王 在你家裡是否作王 因為家裡是吵架 你家裡是吵架還是作王 也不是耶穌作王 我跟我太太的後面 我們經常都說愛的話 關心 支持 合作 就是一個愛的家庭 讓耶穌作主 教會 整個生命給耶穌作主 是最好的 這一切就加給你了 還有先頭的意 加些什麼給你呢 一起動 好嗎 喜樂 神能慈健康 神供應我們需要 神能祝福前路 進入神高層次的生命 好嗎 有喜樂 有健康 需要的東西 和祝福前路 和高層次的生命 多謝耶穌 這個經文說到 如經神所記 神是愛祂的人所預備的 是眼睛未曾經見的 耳朵未曾聽見 人心又未曾想到 當我們聽祂的話 祂就會為我們預備 想都沒有想過的事情 這裡各樣的事情 順利都會致給你 好 我這裡是一個簡單的教導 很簡單 三種的祈禱 幫助我們建立和神的關係 第一種是恩典的祈禱 宣告神是恩典 恩典祈禱 宣告上帝在愛我 祈禱的時候我可以這樣 不如你跟我說 感謝上帝 上帝現在在愛我 上帝現在在祝福我 上帝和我一起 上帝陪伴我 上帝加力給我 上帝加力給我 這是不是聖經所說的 是的 我們在祈禱的時候 都可以這樣 感謝天父你和我一起 感謝天父你祝福我 這會加上我的信心 敬拜討告是甚麼 感謝讚美天父 感謝天父 我愛天父 這種討告 經常都可以說 感謝天父 你一邊煮飯 哈利多謝耶穌 可以嗎 一邊走路 感謝天父 有些人覺得 哇 這樣會整天都 好像很悶 但其實我說 整天讚美上帝很開心 並且上帝起願 就凡事祝福了 上帝給我一個互動的討告是甚麼 我一邊討告 聖經說甚麼 我們親近他 他就怎樣 他就親近你 我們 最先我們所說的 我們說 上帝為愛他人願意是怎樣的 眼睛未曾體見 耳朵未曾聽見 心情曾想過 他就為了你願意很多 所以我們 向上帝做甚麼 他都一定有回應 是不是 我們祈禱他一定會回應 所以我們祈禱的時候說 多謝天父 我一親近你 你就親近我了 我愛你 你就凡事祝福我 我先求你的國 和你的義 一切就加給我們 會加增信心 因為很多人祈禱就是這樣 神帝何時幫我 哎呀 你去哪裏 快點幫我 很慘 有些人祈禱會這樣 但我們可以這樣轉過來 神帝我一祈禱你就呼你聽我 你一定回應我 有些人說 不是了 我想快點有個老婆 為甚麼這麼久都未有老婆 神帝未必按照你的方式 神帝有他的方式和他的時間 但是神帝的方式和時間最好 不緊要 有些人沒有結婚 不緊要 神帝可能有方法是你單身 不緊要 你可以更多機會侍應上帝 總之 我們聽神帝的說話 神帝有他的時間 神帝有他的時間 神帝有我的病氣 這麼快就好了 不緊要 在病痛之中 更加幫助耶穌 天父 我需要你 多謝天父 你更加舒服 你多親日主 所以我希望大家用這三種祈禱 一起説一説 恩典的禱告 敬拜的禱告 互動的禱告 恩典就是宣告上帝的恩典 敬拜就是我們讚美祂 感謝祂 然後互動 我一邊祈禱 神就歡喜 我一同百耐 神就 sesi 我們悔祂 八下 一人懂你 饋死 非常棒 酷 神十和 南無essä 可以說你記得這個歌詞可以我讀出來 你可以慢慢唱 我們剛剛好 他慢慢唱 Castle 我愛你 我揮發你天氣 Castle 我揮發 我揮發 阿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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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多谢耶稣你和我们每一个人 主下当我们亲近你的时候 你很欢喜 你很喜悦 你很想大大的祝福我们 你很想和我们每一个人有亲密的关系 你会呼召我们做儿子啊女啊 不要担心 不用忧虑 因为我知道你的需要 你未求以先 我也知道你的需要 只要我们先求上你的国 和他的义 这一切都一定加给我们 所以我们对生命不用再担心 反而当我们将生命献给耶稣 耶稣是最喜悦 上天一定凡事祝福我们 尋求耶稣的什么好处都不决 尋求耶稣的什么好处都不决 以耶稣为乐的 神将我们心所愿的赐给我们 圣经经常以为爱祂 所以你们眼睛未曾听见 耳朵未曾听见 人心未曾想过 天 如何高于地 天地有可能的高 祂的慈爱 向敬畏祂的人 亦都可能得大 所以当我们听祂的话的时候 顺利很欢喜 愿意我们都会愿意顺利 我愿意爱祢 你真心跟我说 主我愿意 我愿意亲近祢 我愿意上在祢的里面 我愿意将祢放在手里 我愿意先求上祢的国 和祢的义 这一切就加给我 我愿意多去亲近祢 爱祢 遵从祢 服侍祢 祝祢 祝福我们周围的人 上帝一定体验 多谢天父 我们亲近祢 你一定亲近祢 你一定祝福 祢赐给我们信心 和上帝建立心的关系 我们知道圣经是上帝的话 圣经有很多证据 有很多预言 证明圣经是上帝的说话 真是有上帝 真是有天堂 也真是有地狱 我们要真心悔改 信靠耶稣做救主 一生跟从主 一生爱主 亲近主 遵从主 是父主 所以就会认为我们 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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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的屁股 很高兴 最后的屁股 是个大奖